每天做五题,英语没问题 来看第一题 Who is the man, the gate? 门口那个人是谁呀 这里缺少了一个借词 应该用哪一个呢? 首先 at加的是小地点 in加的是大地点 或者在某个空间之内 on表示在什么的上面 这里the gate是大门的意思 大门呢怎么样 是一个小地点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at be Who is the man at the gate? 第二题 I saw her, the library 我在图书馆看见他 图书馆前面应该用哪一个借词呢?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at加小地点 可是这里没有at 那应该用哪一个呢? 应该用in in除了叫大地点之外 它还可以加在某个空间之内 图书馆呢就像一个盒子一样 对吧 它就是一个空间 对吧 在这空间里面做的事情 我们用in with表示伴随 on表示在什么的上面 都不对 只有这个in是对的 I saw her in the library 第三题 I saw a pencil the table 我看见桌子上有一支铅笔 桌子前面应该用哪一个借词呢? 这里的 怎么样? 借词的意思呢 在什么的上面 在什么上面 我们刚刚有讲过 对吧 on表示在什么的上面 有接触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C I saw a pencil on the table 第四题 He left for 深圳 to train 他乘坐火车去深圳 火车前面应该用哪个借词呢? 我同学一看到火车train应该选择的是by 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by train中间没有这个定罐词 有这个定罐词的时候呢 应该用on 为什么用on呢? OK 像在地面上直立行走这种 我们会用到on 如果你不能够站起来 在里面走动的话 我们就用in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b He left for 深圳 on the train 第五题 Turn left to traffic lights 在红绿灯处向左转 红绿灯前面应该用哪个借词呢? 欢迎同学们在评论区里面留下你的答案哦 点赞 关注爸爸老师 英语 一级半